由經濟部國貿局主辦外貿協會執行的 第四屆臺灣精品電競盃決賽 在印度夢買舉行 為了擴大行銷活動 今年主辦單位打造了一臺行動專車 巡迴五十個城市宣傳比賽 和臺灣的電競精品 臺灣精品電競盃在印度舉辦 今年已邁入第四屆 成為印度最大規模電競賽事 今年除了在夢買新德里 班加羅爾 加爾各達 清奈和海德拉巴等六大城市 舉辦電競盃出賽外 還特別打造二十英尺長的 臺灣精品電競行動專車 巡迴五十座城市 宣傳比賽和臺灣電競精品 中華民國貿協行銷專案處副處長蔡明耀 也對台印IT人才的跨國交流樂見其成 來自印度各地的電玩高手齊聚一堂 在虛擬平台上廝殺較勁 在第一天夢買的八強決賽中 透過網路直播增加臺灣電競精品的宣傳效果 第二天總決賽 最後由布里薩隊和TMG隊拿下刀塔多人連線 戰鬥競技遊戲和絕對武力全球攻勢 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的冠軍 各自獲得二十萬盧比的獎金 另外連續兩年舉辦的最佳角色扮演項目 也由已有六年角色扮演經驗的玩家 薩米爾以魔獸系列電玩夜精靈角色贏得獎項 今年參賽隊伍多達五百七十六隊 共兩千八百八十人 印度擁有超過四點二億上網人口 是全球第十七大電競市場 臺灣業者修到這股龐大商機 包括維新 華碩 紅機 明機 耀月等多家廠商 也紛紛投入印度市場 希望透過臺灣精品電競盃 向印度推廣電競產業 臺灣宏觀電視採訪報導 candle 佛天嵐